东非国家乌干达同样是连续几天遭到暴雨袭击 引发土崩 东部多个村庄数十栋房子遭泥石流掩埋 目前有至少15人死亡 100人失踪 距离首都坎帕拉以东约300公里的布拉姆布里山区 星期三发生土崩 乌干达红十字会发文告证实 山泥青蝎山泥青蝎掩埋了至少40户家庭 政府在收到洪水和土崩投报后 发布了全国灾难警报 并出动军队搜寻失踪者的下落 然而大片泥石流中断道路通行 救援车辆和救护车根本无法抵达现场 导致救援行动受到阻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